你看今年四月的時候 紐約時報的那個媒體 就已經踢爆了 而且你看 他是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奧運比了沒有 還沒 國際權總這一次是 人家打到四強 你剛出來開記者 你是要來亂的嗎 你頭上就沒意見 所以就故意的 但是這個沒有 紐約時報在四月的時候 就已經講說 有二十三名的 中國游泳的這個選手 在二零二零年 跟二零二一年的時候 在中國國內賽事 就已經被驗出所謂的禁藥反應 但是沒有受到懲處 居然沒懲處 這裡面還提到說 這些沒有被懲處的 後來還參加二零二一的東京奧運 還去參加東奧 東奧本來是二零二零年要舉辦 那時候因為疫情 所以後來不斷的延後 所以二一年的時候 還去參加東奧 而且還贏了三面的獎牌 然後那其中還有十一個人 去角逐巴黎奧運 問題就來 我剛剛講時間點 這是四月份的時候質疑的 對比你那個國際權總跟人家搞一個 那個已經四強了 你再出來叫 那他當然有他的質疑的點嘛 所以在這一次中國大陸 你知道嗎 他們游泳隊 確實他們被藥減的部分很多 那為什麼很多 因為前提是這樣 塑形不良啊 可是我跟你講 你講塑形不良是你在講 他們自己的選手不是這樣講的 他說你們講我們有藥物反應 欸對啦 有他承認 他說有兩個選手 是因為北京吃漢堡 不小心吃到了 攝取某種類固醇 而被檢出 厲害了吧 我的國 就是我吃漢堡國來出問題 他不是我 那個牛有打類固醇 類固醇 也有可能 不知道你們兩個可能比較衰 他的意思是這樣 什麼瞎話都說得出來 而且他說這叫食品污染 不是用禁藥反應 厲害了吧 厲害 而且他說另外21個人 你要21個人 他說我不解釋 沒有要解釋 那你就拿那兩個吃漢堡 就以此類推 可能大家都吃到漢堡還是什麼 那問題就回到了就是說 這一次你看像國際奧會 國際奧會都說 中國游泳隊是巴黎奧運史上 接受興奮劑檢測最多的隊伍 今年檢驗六百次 那我講真的 搞不好 中國隊也會覺得說 你搞不好打壓 別人都沒有檢查 你只檢查運 我檢測六百次 不好意思 你的過去的紀錄就不好 所以你再回來看 中國網友也很厲害 我剛才說 他去用抓到 說他有禁藥反應 他說我是吃漢堡 中國游泳就講說 對 你講運 你看看像美國隊 美國隊游泳選手完了之後 大家臉 臉紅到一個像紫番薯 他說你怎麼不去查 他有沒有用盡了 我說真的 我本人不太運動 但我們以為看運動也就知道 你如果運動在那種高亮 高壓的運動下 臉會臟紅臉會什麼 因為你整個是整個出力嘛 你要是游完之後面無表情 臉又白白 我才覺得你有問題 才怪了 所以網友居然講說 好 我跟你說 中國網友就說 這就是西方在打壓中國 根本你們就是在抹黑 中國知道什麼叫打壓嗎 我覺得這兩件事 就是最愛打壓的那個 你如果之前沒有藥檢 老實講 美國隊有沒有接受藥檢 他也會接受藥檢 這個法國辦這個 老實講以他對臺灣這一次拿那個什麼加油牌 這些那麼嚴格的程度 我也不認為他會不去藥檢美國 所以當然是他情緒上面的一個反應 那現在來講 我剛講就是中國大陸確實他他 他在某些運動裡面他很努力 你看他這一次游泳隊啊 拿到了二金三銀七桶 總共十二面獎牌 現在是創下紀錄 那其中男子四百公尺的這個 所謂的混合接力的部分哦 那也打破了美國 因為過去都是美國隊員啊 所以他真的也是厲害 那我就講就是人有的時候 就是說因為他贏了嘛 有人說贏狗不要贏了 但是贏的人總是有有有實力嘛 我們看到其實這次奧運哦 我光看好幾個贏的贏的 譬如說拿到金牌的 他也很開心的跟銀牌跟銅牌 銀牌跟銅牌也很開心合照 為什麼大家都朋友嘛 我們看小戴帶資營這樣 他雖然羽球輸了 可是他跟人家這種風範 對不對 大家也都是好朋友 但是沒有 好朋友是你們在做的哦 我們沒有要跟你做朋友哦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 馬上就講說 我告訴你 我們打贏了美國 這是對美國以不光彩的手段 抹黑跟污衊中國最有利的回擊 那把你們要剪的是法國啦 你們搞錯了啦 因為美國只去比賽而已啊 真正你在巴黎奧運 被人家剪這要剪六百多次是法國 好不好 你搞錯方向 那其中有一個哦 就是中國游泳隊有一個這個 他們號稱叫做中國飛魚啊 叫做潘展樂 他這次很厲害哦 他個人拿兩斤嘛 所以老實講人家是有實力 我完全不會覺得 就是說人家怎樣啊 我個人 不過那些外國選手都不相信 對那問題就回來 我剛剛講嘛 他們說這不是人做得到的事 重點就回來了 這一次你已經潘展樂已經贏了對不對 結果他去責備第二名 那你會覺得第二名責備他是責備他 你比賽做小動作嗎 在那波水弄我 他說沒有 他說我四天前我跟他問候的時候 他沒沒理我 會不會有點無聊啊 就是說你今天已經贏了 然後你還去指責人家 那第二名說你看吧 你這四天前不理我 是怎樣啦 你是覺得他活該嗎 還是因為沒有你你遭到天前嗎 甚至他也指責美國選手說 哦我跟你說啊 你故意在游泳訓練時的時候 跟中國交流 因為你游泳這水花總是會見嘛 他把他解讀成說這是噴水 這是你們在挑釁 故意弄我們中國 為了讓我們丟臉 這是很大的侮辱 不然你的池邊圍起來 水都不會見水花嘛 水都不會煎出去了 結果他現在講說 因為他自己本身 我還是強調他厲害了 他打破男子一百公尺自由設置紀錄 結果他也立刻就講說 我告訴你我打敗了所有人 我血齒了 為中國感到高興 他甚至還說什麼你知道 冠軍是我們的 不是別人的 所以呢 都不滿的都是別人啊 不會是我們啊 那我講真的 你要你要高興或什麼 你對不對 可是你沒有必要把別人都拉下來 尤其你指責說 人家不跟你打招呼中 會不會有點那個 好澳洲隊的 澳洲的這個游泳隊的教練霍克 他就講說 因為我剛剛講 有些比賽真的 就是有一個人體上面的限制 但是他就覺得說 要再比一百公尺自由 是贏這些所謂的超強對手 一個身長 一個身長 你知道那個概念是怎樣 通常那個都是我的手 那你只會這樣 你就這樣想過 我跟Grace 我可能佔一點 這個高長度的優勢 但是你要贏過一個Grace 我講說那個很拚啊 如果你的長度要贏過一個Grace 當然很難 好所以我們就回來看 我們就不要理他 你確定嗎 所以你看 不只是他的教練是這樣 像英國 英國這個挖王比提 他還講就是說 老實說你說一支藥減 一支藥減 這個當然是一個 防堵弊端的一種方式 但是他就講說 他其實對藥減制度 也沒有信息 為什麼 他說不是對於我的這個機制 而是如果你真的有心 你有辦法避啊 所以他就提說 如果你作弊那是詐欺啊 那這個我講說 他覺得說 期待所有的公平 必須是公平的 可是你如果看 這一些這個爭議 因為游泳隊 這次爭議真的非常多 光藥減的次數 跟其他各國比起來 事實上也都多 所以他是不是被打壓 不知道 但最少可以證明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 可能來自於不是實力 來自於是什麼 來自於是政治的問題